大家好,我們是香港浸送會聯會小學的學生 今天我們會介紹我們的參賽作品 用水量提示器 首先讓我來講講我們的創作理念 香港人平均用水量是130公升 而聯合國建議用水量只是50至100公升 所以香港人是很浪費水的 加上有很多貧窮國家都很缺乏水 情況一點都不理想 我們做這個提示器 希望可以提高大家節約用水的意識 以及希望大家在洗手後記得關掉水口 以及不再浪費乾淨的食水 我們用了Fast IQ機械人來做用水量提示器 螢幕一開始就會顯示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 我們可以用箭嘴按鈕輸入家庭有多少人 再按Touch LED 確認人數 當Touch LED 是綠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按Bumper sensor 去通知摩打打開模擬水龍頭 Distance sensor就會感應到 它和模擬水龍頭的距離少了 通知螢幕顯示秒數 以及Touch LED 藍燈萬時 當秒數是多於20 Touch LED 就會轉紅燈 再按多次Bumper sensor 就可以關掉水龍頭了 這個時候螢幕就會顯示 洗了多久手 用了多少水 以及當天用了建議的多少% 為了證明個%是累積的 我們決定不用多次手 現在變成% 現在的不足之處就是 第一 只能計算一個水龍頭的用水量 第二 只能計算水龍頭平均的用水量 第三 水龍頭只能向上拉的款式 那種方法就是 集合家裏所有水龍頭的用水量 第二 用Distance sensor 感應水龍頭的幅度 成為了 好 謝謝 謝謝 να 靈